代表品牌 感谢现场每一位贵宾跟媒体的波容出席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们的谭丽燕窝影 那提到这个农村香这个品牌呢 在座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熟悉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这两个人可以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农村香这个品牌哦 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台湾在地的自创品牌 最早是从这个食品代工来起家的 那么在累积了很多年丰富的经验之后呢 我们决定要来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创品牌 而农村香也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品牌 我们呢为消费者进行层层的把关 从制造的源头也就是食材的挑选开始 就非常非常的挑剔 那呢整个这个制造的过程更是呢 通通都不能够马虎 每一个环节都为大家呢做到最好 也因此呢希望呢这个每一个产品 做到消费者的手上 大家都能够食的安心吃的安全 而呢农村香的第一基金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哦 这几年我们这个研发团队也非常非常的给力 陆陆续续开发出了很多很优秀 很多元的产品 而在今天我们能听到了更多爱美女性的新声 我们特别为大家呢推出这个全新的龙醇香的坦丽叶波液 提到了这一支新的产品 刚刚美女们在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试喝 有哦 帅哥们有这个趁机喝几个下吗 有哦 有会觉得像自己今天气色都变好了 走路都很有风的感觉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小酒的饮料后面 这饮品后面呢 究竟它有什么样一些很厉害的成分上的秘密 提到了美呢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就由内而外 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自信的迷人 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这一位呢 是肌肤美学的专家 来跟大家针对这一次龙醇香的坦丽叶波 你们来好好的上一档非常宝贵的课程 那我们就要借大家的掌声来 欢迎今天我们这位肌肤美学的专家 欢迎的是我们的凯军老师 耶老师好 美女专门大家好 我是凯军 哇好开心今天能够参加 农醇香的发布会跟大家见面 那么今天呢 其实要来跟大家分享 平常在做滑饮的时候 可以用什么聪明的方式 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 而且更节省时间呢 在追寻这个美丽 还有健康这条路上面呢 特别是爱美的人士是趋之若物 那我自己也是不断在努力追寻当中 那今年夏季农醇 又有什么精彩的作品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紧接着看下去 我们在这个步入时时刻刻老化的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会意识到一个概念 就是要认真做保养了 那么在保养的过程 我们在生活当中套用到的可能会是 外用的各式各样的保养品 彩妆品 各种的涂涂抹抹抹 那如果你是一个更认真有保养意识的人 你可能还会增加我一周当中 还要做几次瑜伽 做几次这个运动的习惯 那其实这些过满大家说 它确实是维持青春一个很好的保养的元素 但是呢 纯香告诉我们 如果你再增加一个概念 其实你可能会更有效率 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内外双修的这个保养机制 它可以帮助我们 就好像是手上拿了一个直通青春直达车的车票 你会变得更有效率 那么像是这次我们要发表的弹力燕窝椅 它就是好像让你的手上握有了这个车票 你的保养会变得更有效率 那到底要怎么做 又或者是我们在脸部特别出现老化的时候 会有哪些征兆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 好 经过相关的研究告诉我们 你的肌肤开始出现青春跟水嶺 大概是25岁开始 那比较开始明显的流逝可能是在28岁 那到到30岁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好像有一点点地不同心 为什么呢 比方说我可能时不时啊稍微忙一点 我就会觉得打哈欠很累 那又或者是你会发现到新疼代谢变慢 有的人是会发现到比较不容易出汗的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我化妆之后好像不像以前这么服贴 很容易脱妆浮粉的困扰开始出现了 那另外还有什么 我觉得我之前开始出现一点点这样的困扰 是什么 素颜的时候照镜子 那个松垮跟细纹的问题好像开始出现 那还有什么呢 以前我可能素颜的时候 还可以掌握住白里透纹的好气色 我们时刻刻都在互相老化的阶段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好保养呢 这次农村商的弹力燕窝影 他就提出了一个全方位的保养方程式 我们只要用喝的方式 就能够重拾青春的人化哦 好 那在一路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眼最容易被发现的是什么 你脸上可能开始出现松松垮垮细纹的困扰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了 那么胶原蛋白在我们的肌肤上面 到底扮演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摸上肌肤 会QQ弹弹的 会亮亮水水的 这些都是胶原蛋白的功劳 那在座全部的人都是爱美人士嘛 你们一定会知道说 我现在出现了老菜 我可能就要去补充胶原蛋白 但是很重要 因为市面上有太多的选择 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更有效率的方式 可以补充人体 我自己所需要的胶原蛋白的能量呢 那么这一次农存香的这个谈地 燕窝底 当中除了添加了有效率的这个蛋白质之外 其实一次我们喝下去 就有六种珍贵的营养素在当中 而且这次的成分分别都非常的精彩 我们再继续赶紧往后看 我们的肌肤当中其实有70%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 也就是说你会QQ弹弹水润感 但是呢你从外面补充的这个关键到底要怎么样作用吸收 其实它的含量跟它的分子大小占有重要的关键 那么经过相关日本的研究单位告诉我们 最佳被人体吸收的含量跟单位大概分别是 3000毫克到5000毫克之间 就是一次摄取的含量 那么在它的分子量是大概多少 3000道尔顿到6000道尔顿 那我们的这个残力燕窝影刚好单包 它就有足量3000毫克的胶原蛋白 再加上它运用到的是最细分子的 3000道尔顿的胶原蛋白生态 这样子的安排它是最有利于人体吸收跟作用的 那我们谈论到这个胶原蛋白 你就不能够不提到胆力蛋白 这两个好像有点饶口 但它们两个人是共生共融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一昧的只知道要补充胶原蛋白 它还是会容易流逝的 但如果你想要把它keep住 要留存住 就必须要有哪个狠角色呢 胆力蛋白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拿了一个杯子空的 我就装水 这个水呢 把它比作是胶原蛋白 如果我没有加盖子 我随便摇晃一下水是不是很容易会洒出来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我在这个杯子上面加上盖子之后 你怎么倒都倒不出来了 这个意思就告诉你 这个盖子扮演的角色 我们在指的就是弹力蛋白 所以呢 这两个成分我们在摄取的时候 都是相同重要的 而且它们的比例是1比10 是最完美的 那么再来另外一个是当中还添加了 3A顶级的纯验展 那么验展其实我们简称就叫它是燕窝 我们细数一下它对于人体有什么健康的保养的功能 第一个它有这种表型的生长因子叫做DGF 其实在很多顶级的抗老保养当中都有像这样的物质 那其实燕窝它就有很好的天然的成分在当中 另外一个是它属于水溶性的蛋白质 有利于被我们的人体吸收之外 它对于修复伤口啦 或者是稳定我们的肤矿都有很好的帮助 那么其实在当中资料没有提到 但是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 它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成分叫做燕窝酸 这个成分呢 其实简单讲它就是摄入之后 可以明显的提升肌肤的抵抗能力 所以一般人喝得好 你可能会觉得体力更好了 但是对于妈妈或者是宝宝来说 它也是一个富含营养价值的摄取来源 好 所以这边也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的摄取燕窝除了要找纯净的来源 你要知道它里面的功能 那相信大家刚刚其实有在我们的体验区 有品尝我们的这个燕窝瓶 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喝的时候 会有一丝一丝的燕窝丝 然后它的口感非常的清爽 又不会太甜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入口的 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重要的成分是 珍珠粉 那么珍珠粉富含钙质胺基酸跟微量元素 它自古以来本来就是一个养颜美容的好成分嘛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个重要的成分叫做 这个成分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其实是从天然的玉米当中萃取出来的膳食纤维 我们都知道人一定要顺畅 有进要有出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长保好的气色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肠内的菌虫生态维持正常 同时体内环保做好就会有好的气色了 那么最后第六个是什么呢 甜而不腻 芳香似义的荔枝花蜜 在这个花蜜当中有丰富的葡萄糖还有维生素 它除了能够养颜美容肌肤保湿之外 对于平衡我们的体质也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燕窝的弹力 其实当中就富含了六大的青春效能提供给我们 一次都能够摄取足够 那么也因为这些成分 它从严格的源头就开始做把关了 所以呢 精纯的这些成分透过高质量的准练技术 将它的高营养价值 催炼出添加在当中的成分 那你知道吗 除了一般人用之外 你会觉得 对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很好 再次的提醒 因为它完全没有人工的添加物 所以妈妈和宝宝都是可以安心的去做使用的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安心它并不是一个口号 我们必须要拿出实力跟破例 经过严格的检验 那我们发现到相关的实验证明告诉我们 在夺射剂 动物用药的残留 防腐剂 或者是重金属的这些检测当中 全数都是零检出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前面 阳阳嫂嫂提到好多的这个胶原蛋白等等的有效成分 他们也同时拥有了专利的认证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非常安心 越喝越美丽 好 那么 其实农醇香呢 它自己一直持续的期许品牌 能够作为一般我们普罗大众 相会者心中的一个真实的第一选择 所以呢 在品牌当中坚持了 我们只添加真实的材料 没有这个过于的人工添加了 完全没有 但是它是天然无负担 也没有人工的调味的这个机制在当中 所以呢 你可以放心的安心服用 除了这个之外 天气越来越热 我们都希望说 你的身形要维持这个犯妙的体态 才会有自信吗 那你知道吗 我们的农醇香 谈地厌波影 单包它的热量只有26.6大烤 就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天气一热就容易口渴 我就想喝个冰冰凉凉的饮料 对不对 但如果你下次真的要 又拿这个饮料来喝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 倒不如来喝一包冰镇过后 我们的台立焰窝影 一方面可以这个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然后又可以消暑解渴 更重要的是一边喝你就变得更健康 更美丽 它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保养方式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简短的商品介绍 如果还有任何的商品问题 我们都可以在会后做个别的讨论 我是凯君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凯君老师 真的是女君一行话 圣读十年书 刚刚这老师真的是 把这个整个产品啊 然后当这个女生怎么样的 变得更美更自然的 这个一些关键话术 讲到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女孩们男孩们保养趁现在 开始养成每天呢 这个定期饮用的这个 农船香弹力焰火影的这个好习惯吧 那刚刚提到过呢 今天记者会上特别邀请到了 这一位跟农船香 算是非常有默契 哎呦双方真的是缘分 非常非常的深哦 那今天也要请到这里 来跟大家聊一聊呢 她自己成为了代言人之后 感觉怎么样 知道是谁的吧 马上就来欢迎这位的 最美的代言人 请大家一掌声欢迎昆凌 好的 马上就来欢迎我们昆凌出场 嗨 昆凌你好 那请昆凌呢 我们这个先在背板前方 我们先定格 让这个现场的媒体可以来捕捉一下 你美丽的身影 好这个距离OK这个距离OK 我真的觉得昆凌是越来越美丽了 好来正中间pose换一下 那要麻烦这个 那我们可能从左边先看一下 好吧 好昆凌要从左手边 哇今天真的是 美女一出席 顿时成为了闪光灯的焦点 正中间稍微定格 提供一下下 伴随着美丽的笑容 还有最右边 也麻烦昆凌这边呢 视线眼神带到一下下咯 这次农唇香真的是跟这个昆凌呢 一直以来有着非常非常好的合作默契 所以这一次我们推出全新的 谭立夜窝影二话不说 双方呢再次攜手合作 带来非常愉快的一个伙候情理 好OK我们单拍完差不多就 等下上一下产品好不好 好来请 怎么什么谁 左边再等一下吗 好了你还没拍够哦 好来来来来 哎来来来 谭立夜窝影上 上 好那麻烦昆凌 哎这个一小盒这样子 我们里面所有这个七小袋的包装 而且刚刚这个老师有提到 他包装非常的小巧 下面放在冰箱里面 随时方便携带 出门在外啊 工作的空档之余 就是拿一小包出来饮用 哦超方便的 补充体力也补充美丽 好就麻烦昆凌一样哦 这个带着我们这个农船箱的 韩绿夜窝影一样呢 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从前到后来照顾一下 我们各方的媒体好朋友 务必确保大家都能够拍到 美美的照片跟好看的画面 好OK吗 可以哦 OK好谢谢 来我们产品一下麦克风上 帮着昆凌跟大家打个笑呼嗨 往前一点点好了 来来来 好还有大家好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中校的那个 交流言 燕窝弹力 那个 弹力燕窝影啊 弹力燕窝影啊 我知道你有时差对不对 有一点 哈哈哈 因为你刚刚才飞回来 嗯 大概 昨天啊 昨天前天早上 是哦 所以你最近这个工作 还是非常非常的满档 对最近也忙得很开心 忙得很开心 你是笑着 笑着流泪的意思吗 哈哈哈 就真的很享受这样的 形成满档的感觉 所以最近还是在美国 看一些 那对 然后见一些导演 然后看 甚至看那个 Skyscraper的适应 哦 所以呢 电影方面还是这个持续 希望有一些更好的机会 有更好的作品 跟大家见面 当然呢 还是会这个参加一些节目啦 上上通告等等 可是我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你气色还是不错耶 虽然是昨天刚刚才 落地 可是看起来 你的气色还是很好 所以我要问一下 很多人都想要 请拿官问一下婚礼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怎么样让这个家庭跟事业 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 我觉得其实在忙碌之中 当然就是如果想要保养自己 我觉得是要快很准 快很准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但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生完小孩 然后我觉得 胶原蛋白有流失 什么啊 你已经开始流失了 我真的有 但是我有可能胃与虫磨 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先自己 先把自己养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胎面燕窩也真的很不错 其实因为它让我觉得 在短时间内 可以补充到自己该补充的 然后又很方便 然后有时候会甚至把它当个甜品 在喝 对对 因为它很低热量 然后不知道大家知道 我就应该健身 所以对一些有点微甜的东西 然后又没有高热量 我觉得是我的好朋友 我相信在这个工作很繁忙 那个肉体很疲惫 至于如果能够喝一点 那种微甜的饮料 会觉得对心里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对不对 对对对 尤其我想问一下婚礼 你这样真的很忙碌 因为家里面有三个小孩 你会觉得你怎么多一个 因为家里面长子周杰伦啊 周杰伦真的是长不大的孩子吧 他对 他是不是很皮啊 他对他蛮 我觉得可是蛮可爱的 对啦 我觉得他最近魔术片 还可以厉害的 那个变珠蝴蝶 那个安居上面那个 那个超神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顺便就是麻烦帮天王 追踪一下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有时候说 再怎么要迷累啦 看看小孩子说说话 对 聊聊天 就会觉得很疗愈 对不对 所以要问一下这个昆凌 忙碌之余呢 就是跟家人分配好工作的时间 希望可以看孩子们的成长 可以给你一个心里面 很大的动力 那提到这一次 你跟这个农村这样的合作行业 你没看不是第一次合作哦 不是 他从我怀孕的时候 怀第一菜的时候 就一直合作到现在 滴鸡鸡 然后妈妈茶 宝宝说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在陪我 一起过我人生的感觉 因为从我怀孕 我就很需要地基金的补充 就从那时候开始 然后之后开始要为母奶 就有妈妈茶 然后还开始为长度食品 就有宝宝说 然后现在开始我在注重自己 怕胶原蛋白流失的时候 就有那个谈力燕窝影 所以你根本就是 超级 对对对 是农村这样一个最好最好的 一路走来的很好的伙伴 对不对 所以你这次这个自己有些 适应一下这个谈力燕窝影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其实我觉得很好喝 而且它也不会太甜 不会让我们 因为有时候吃太甜 会有点负担 就心理负担是什么 这个太甜了 我们会不会开始有点胖 对 但是它不会有给你这种负担 然后又同时 因为它有点微甜 会让女生心情很好 对而且这包装很小巧 就是刚刚一小盒才七 一小盒有七包 然后小小包的这个出门工作 方便携带 而且才三十 不到三十大卡 26点多卡 很好吸收 所以你自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者 觉得说喝了它之后 觉得自己由内到外 气色都变好之云 要偷偷问一下 有没有推荐给身边的闺蜜使用 有 我觉得好东西 一定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有推荐给婆婆 叶惠美小姐来的朋友吗 我觉得就是身边的家人的朋友 因为她在冰箱里面 所以她们随时自己 想到就喝这样子 而且她里面刚好喝到燕窝丝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农醇香在研发过 我觉得当中是真的下手不手软 只给消费者最好的 所以呢 农妮是这个最好的农村上的代言人之外呢 旁边的闺蜜啊 婆婆妈妈们都一起来授意 对不对 但是我要再代表大家问一下 农妮你刚刚提到过 我们这个在一个饮用的方面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美丽的一个 很好的秘密武器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配方 比方说一些辅助的方法等等 保持美丽的秘诀 保持美丽我觉得有很多个方法 像如果以简单来说 如果以外貌来说 我觉得像外在的保湿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皮肤如果很干就会长细纹 就很容易看得起来很好 是 显老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它细纹还没有长坏之前 不要让它有支撑 所以我觉得以外在的话 我觉得就是差保湿 一定要保湿保湿再保湿 然后里面就是让身体不要老化 所以我觉得燕窝也就是让你身体 不要快速老化 这是一个部分 是 然后我觉得运动 做运动真的对身体有很大的保障 真的耶 就是让这个身形可以更好看 对 肉不要松松的 夏天到那个蝴蝶秀 肉比松百分之一年年轻 好 哎呦 所以我觉得肉是很重 紧实 紧实是很重 所以各位要三管齐下 外在一些这个保湿的涂抹 保湿工作 内在搭配这个台力夜窝影 然后还有一些规律的做起跟运动 对 都不能少 但是很多人在问说 那我想 我好奇想问一下 这次这个炉醇香的台力夜窝影 如果是马咪 在怀孕期间可以喝吗 嗯这个是可以的 没问题 其实我觉得对农醇香 它的出场 我是非常放心的 是 因为当时我在怀孕 其实很多人也推荐 如果你要小孩白一点 可以珍珠粉啊 或者夜窝 但是因为 我很怕它的来源 会让我很不安心 所以我也会选择 在那段期间 还不如不要用 对 所以可是农醇香 它的数字 是让我觉得很放心 所以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对啊 我刚刚听到说这个品牌真的是很挑剔 就是完全从制造的源头开始 每一关都层层替消灰蛇把关 所以送到你手上 绝对是最好 最天然的 最安全的 所以就是放心 给它服用下去就对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哎感觉农妮这几年 越来越漂亮 然后真的是 由内到外那种散发去很气场 让人家感到很舒服 所以我想问一下农妮 你自己现在这个阶段 对于美有什么样的定义跟看法 对美 嗯 对啊 以前对美就是觉得 一定要瘦瘦的 一定要 就是穿的好看 实验人啦 对 但是我现在是觉得 女生要有自信 要有自己的 专注在自己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那样子的女生 会感觉很漂亮 就是已经不再是外在的look 可是你就是自己肯定自己之后 我觉得女生会有一种自信 像你现在这样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你除了给人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因为就是由内在外 现在谈吐啊 各方面自己讲话所透露出来的感觉 令人觉得说 你就是一个很有自信 而且能量很正面的女生 所以呢 不怪乎 你越来越美 被我这个农村香向重 成为了这个最新的 谭力燕窝影的代言人 所以呢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些 美的小PayPal之后呢 我觉得这次蛮好玩的哦 品牌有提出一句slogan就是 逆转时光机 见证十年后的骄傲 所以我想问一下 推理一个有趣的题目 十年前的你 大概是国中生左右 那时候的你 我们流行什么时光胶囊 就是会埋在饼干盒里面 说我想给十年后的阿冠 一句什么样的话 然后会写一封信 自己埋在箱子里面 可能藏在大树下之类 然后十年后我们都挖出来 所以你十年前 会对于这个十年后的你 自己有没有什么 一些什么样的画面 什么样的画面 其实我十年前 就没有想过 我今天会 没有想过 我今天会 亲王的太太 我以前 我以前很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 要写了三个字院 然后也是要埋在图里面 然后第一个是首衣 第二个是空姐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我现在有忘了 可是老师还不是 但是完全没有想过 会不会是今天这样 然后对所以 但我现在这样的状态 我真的很开心 首衣以后也还有可能吗 真的吗 就是可能三十岁之后 就是去学这一块吧 对啊 空姐的话算了 现在已经说 你算半个空间 因为工作很忙的关系 也常要飞来飞去嘛 对啊 不过我觉得 现在现阶段的 你是不是对于自己 现在的生活觉得很满意 对 然后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 现在状态是有的 我很开心的忙 真的 自己要很喜欢 自己的现在的自己 才能够让你这个 由内而外 处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那我再问一个 假设性的问题喔 逆转时光机 见证时年后的骄傲 现在的你 有没有什么 想要对十年后的自己说的 想要对十年后 其实我希望 十年后一集 可以更成熟 更wise 然后EQ再更好一点 然后 对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健康长大 真的是每一个家族的愿望 然后希望可以就是 脸就做得丢 但现在不要再长做 你说 从现在开始说 可以把这个时光 整个机器给它证明 对 从现在开始就是 听到 听到在此刻的自信的美貌 对不对 所以呢 好啦 跟农醇香 跟农醇香做朋友 就绝对是没有错了啦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个最后还想办 很困点你这个代言人的身份 最称职的 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 农醇香的 所以我觉得 台里因为真的 走 所以你看以后呢 周杰伦跟坤林 就会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刻 如此的帅气 而且如此的美丽 给大家一个最幸福的model 我们就再一次 谢谢最美丽的坤林 感谢大家 谢谢 那这边询问一下 现场的媒体朋友 还需要再补一下画面吗 补一下画面 等一下我们让这个现场的 平面朋友们呢 再来稍微的补一下下 这一次这个农醇香 台里夜窝椅代言人 坤林的美美的画面之后呢 对 我觉得今天的舞台很漂亮 大家可以稍微 换一下不同的角度喔 立体舞台 而且感觉超美的 跟这个农醇香这一次的包装 真的整个非常非常的 有一种加成的加分效果 好 我们让这个可爱的坤林 其实啊 关心的也可以算是 看着坤林长大的 可以这么说吗 真的 从那时候还那种嫩嫩的 然后到现在 她真的越来越有自己的谈吐 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 很棒的女生 好 让这个坤林 再来捕捉一下 平面的摄影画面之后 等一下我们让这个坤林 先稍作一下休息 请我们的电子媒体朋友 等一下做那个 采访前的各项准备 那我们这个 不同的角度 我们再让坤林 拿一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好 好 来来来来 办工作人员 对 我们在这个花这边 左边一闪步 OK 好 这边麻烦 我们再来补一些些美美的画面 那您真实的第一选择 今天很开心可以透过大家的到来 来告诉各位 我们这个农存箱 彈力燕窝已经正式的上市了 让这个所有的年轻女性 所有的朋友们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都能够简简单单的补充 你的各项美丽所需的秘密武器 好 OK 好的我们先谢谢坤林 哦 再补一下吗 好 可以吗 好 OK 谢谢 中间正前方再看一下下 好的 OK 我们先谢谢坤林 好 请工作人员先帮忙先收一下我们的道具 让这个坤林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微的补一下下 补一下下 好 那呢这个段落我们就麻烦这个电子媒体的朋友们 稍后我们这个舞台前方 来稍微做一下采访前的准备 好 这时候我们来测试一下光线啊 收音啊 再报告是不是OK 声音OK吗 那等会呢 这个电子媒体联访结束过后呢 我们会有体面 声音OK吗 来 再请所有呢 需要进行里面谈访的记者朋友 等一下呢 找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告 那呢 今天还是这个感谢大家 出席我们这个农存商的活动 一下我们现场 今天这个听说我们的 美食啊 茶给让大家站不住口 听说看宝很好吃是不是 好 你要立刻呢 过去 再提醒一下 当然不要忘记哦 一边吃的女生同时 来 搭配一下我们这个农存商的 韩丽燕窝 你现在越来越美 越来越美 越来越有自信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OK 那这个大家如果准备的差不多的话 我们等一下我们做麻烦的工作人员 把这个今天 今天 农存商的 韩丽燕窝 的 这些大名人员 跟这个品牌 正是很快的 从之前 地基金啊 包包茶啊 讨包粥 到现在这个 韩丽燕窝 好像农存商 有听到他的需求 跟呼唤一样 所以这是一种 整体的缘分 所以希望在今天大家呢 所以呢 还好地 把我们这个品牌 宣传一下 有些部队 发挥能力 马上就准备来进行我们的 叶子的叶子 联绑部 对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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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再欢迎我们的 农雪山 财力电波影的代言人 欢迎婚礼 好 请婚礼到舞台上台了 我们准备来进行 今天的叶子体文化 谢谢 我再往前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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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麦都稍微低一点点 好 好 因为那个 汉娜各自想 呃 这一块钱 哈哈 哈哈 好 好 大家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准备来咯 现场来 五四三 那你这次再演那个燕火 是不是 妈妈跟婆婆最开心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蛮开心的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受惠者 所以我也觉得蛮开心的 随时冰箱打开都可以享用 所以你平常也是很注重就是这种养生的人 其实我以前没有那么注重养生 但是随着年纪跟随着生两个小孩之后 觉得体力好像用掉蛮多的 好像真的该重视一下自己的身体 嗯 什么时候让你有这种 我觉得生完第二胎之后觉得 不管是时间上啊或是身体上 我都觉得好像大不如前 所以要好好补充自己身体的能量 那最近来怎么会想再生第三胎 第三胎啊 我觉得 这个我话就先不说死 但是 但是就是最近就这两个已经很够了 那婚女有觉得当妈妈之后 好像代言产生的变多又变更多元 我觉得好像当妈妈之后 对像各种跟宝宝有关的啊 或是跟女性有关的啊 好像都会 但我还蛮开心的 因为真的都是生活上用得到的东西 那会特别选那个代言产品吗 会特别胜选 我觉得这一定要特别胜选 对 这部电影是有没有比较 觉得破难的地方很选 比较难忘的经验 难忘的经验 我当然就是去 Hollywood的片场 跟就是整个剧组 当然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是第一次 然后我觉得 一开始有很难的是 因为很难揣摩到底 杀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怎么样 杀人无邪无泪 这个是一开始比较难揣摩的 对 你已经出来了吗 对 那个口哨不要再来重现一下 口哨再重现 我当时其实练了还蛮久的 然后导演有帮助 不然就是 我口哨声音是要 逼迫自己才可以很大声 对 要不要重现一下 我现在无法 我现在没有事 对 他跟剧组长生的合作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 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可以是剧组星 真的是从他生活中的小事 就是 可以成 他就是 他真的是个很nice的人 像我的一个 对他来说 应该是很小的很小的演员 但他每一个演员都很take care 所以我是 他就会很careful的一个人 就是很为别人着想 然后很为每一个人 就是加油打气 那这样的话 这次节目有看过你的表现吗 感觉他 不知道他的感想有什么 如果有看过 他看过 他觉得 女杀手的这个角色真的 很lucky可以接到这个角色 因为那个角色真的蛮帅 我觉得导演的设定的那个角色很帅 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 因为我们才刚刚看完试影 对 整个过程中 跟平常就是当妈妈的形象 会不一样 那还有什么 比较尖色一点的地方吗 比较尖色一点的地方 就像我刚刚说 就是要怎么揣摩 但是当时的表演老师说 你就最害怕什么 所以还不知道就是蟑螂跟蜘蛛 他说你就想像 把他们狠狠的猜死的那种感觉 让我觉得 好像把他们猜死 感觉蛮爽的 然后我就用这种心态 去揣摩 当杀手的感觉 整体的感觉就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然后在每个访问当中 就像我现在都是讲中文 但那边是讲英文 就是一种很全新的体验 然后一个不同样的感受 前两天也是在纽约 然后在工作边玩 对 好像老公也有帮你拍很多照片 然后大家就说有没有在放伞 所以他现在就是很喜欢帮你拍照 对 因为我们就很喜欢留纪念 然后如果身边只有对方的时候 当然对方就是最好的摄影师 对 而且他英文是不是有进入 对啊 他英文 其实他英文一直以来都不错 只是他不太敢讲英 然后昨天他现实不就有讲说 他全程跟英文讲英 你有看到那一段 我有看到他们两个的一个 就是抖音的环节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那你平常有在跟他练习那个英文 平常喔 平常不太会 除非是刚好要对台词啊 或什么的时候 那这下在忙电影宣传 嗯 那有 会想说邀居士祥是来台湾吗 哦 可是 就是当然会很想 但是因为更好就是 他也是很忙的人 所以 当然就是靠 就是他们那边的安排去 就是去几个点这样 所以 接下来的电影宣传 都会带着那个 老公和小朋友一起找吗 呃 老公不一定 他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小朋友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会尽量带来顺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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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这个 可以就是 我们是你们的产品 好 帮你卖产品 好 OK 感谢大家 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 谢谢昆凌 那我们这个昆凌呢 稍后有机会 这个坐下来 跟品业的记者们 稍微的聊聊天 所以呢 这个今天再一次 能代表农村香 感谢现场所有媒体们的到来 那些代表品牌呢 也希望透过你们的报道 曝光 更多的片子 认识了解农村香的品牌中指 他们认识我们这个全新的谈利业光影 稍后呢 如果有这个需要进行平面采访的媒体朋友 麻烦请来 寻找我工作人员 在舞台左手放这边 请找我工作人员进行报道 他稍后呢 会进行 这一次农村香代言人 光影的平面访谈部分 今天这个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那些代表品牌呢 祝大家有个美好愉快的下午 农村香祝大家愉快 下次